当地时间12月9号 首队在德国降生的大熊猫双胞胎满百天 柏林动物园当天宣布 这对新生大熊猫的名字叫梦想 梦源 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中国驻德大使吴肯 柏林市长米勒 柏林动物园园园长克尼里姆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蓝景超 及各国媒体记者100余人出席了当天的命名仪式 原方向中心社记者介绍 大熊猫双胞胎降生三个半月 体重现已超过6公斤 且开始尝试行走 原方表示 预计到2020年年初 待这对双胞胎可以跟上大熊猫妈妈梦梦的步伐时 动物园访客将能亲眼目睹梦想梦源的模样